鼓励华人投票 不是说你一定要投民主党 共和党啊什么之类的 这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参与民主 不管你投谁的票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眼光放远一点 跟其他少数族裔能够团结起来 建造为民生服务的一个美国 不同时区 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每期我们会邀请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 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各位V脑听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泰格 欢迎收听今天V脑Podcast 你那边几点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 是一位非常有趣且经验十足的女士 她叫做齐莉莉 那她呢是2018年的时候呢 成功当选了美国马里兰州众议员 也是当时该州唯一一个华裔的第一位当选者 那同时呢 这个州也很有意思 也有非常大量的女性的参与者 所以她本人呢 在身份一方面是作为女性参选者 另外呢也是少数族裔的参选者 在美国州的众议会展露头角 所以非常欢迎齐莉莉女士 跟我们聊一聊她的生活和从政经历 你好 你好谢谢泰格 我先说一下 我当初当选的时候 18年的时候 我后来才意识到 我不仅是马里兰州的第一个 在中国大陆生活长大的众议员 而且是全美国那个时候 我是第一个来自大陆 就是在中国长大的 州一级的参议员那时候 请您讲讲您的背景吧 我知道您是60年代生人 那本人呢又好像家庭又经历过文革时期 您那个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对我是60年代在中国长大 那个时候是因为政治运动比较多 也很动荡 当然我很小当 不可能懂很多这方面的政治的东西 等到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时候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就很不一样 那个时候中国的门忽然一下 向全世界打开了嘛 所以呢就有机会出国留学 些英语啊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到美国来 认识了一个美国在上海访问的 一个教授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到 到美国来出国留学 那时候已经20多岁了嘛 所以要从头开始 当然我学过一点英文 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学的英文 和到这里来是很不一样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 整个英语水平跟现在又是很不一样 所以前十几年吧 在美国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那时候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老一代的这个出国留学人员 跟现在年轻人出国留学完全不一样 什么都靠自己没有父母能够有金钱上的支持啊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美国到底怎么回事 只是因为中国大门一下打开了觉得很好奇 觉得愿意到国外去闯一闯试一试 前十几年是非常艰苦 经历了好几个搬动 搬了好几个州 然后呢改行啊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下一个学位 下一个工作那样子 曾经干过大学学生工作 行政工作 又为美国首都华盛顿 搞过经济发展 作为经济发展官员 最后是为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力军 作为军长的一个political appointee 中文叫什么 政治助理 对是就是政治高级助理那样子 也是主管经济发展方面 所以呢做了几年之后 我同时也在社区非常活跃 在华人社区 在亚裔社区非常活跃 我就认为你只要立足了在美国 就应该真正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不要以这种做客心理 所以应该投入 应该参加当地的一些会议啊 知道社区建设的一些问题啊 帮大家一块把社区建设好 对吧 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不要至少门前学这种态度 所以呢 我参与越多就觉得 我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 如果我愿意参加直接选举的话 我很多年来都鼓励华人 特别是华人 因为他们 我说中文嘛 能够更好地跟他们沟通 亚裔华人社区 我做了很多的工作 鼓励他们出来投票 告诉他们民主制度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之类的 也在社区搞了很多各种各样的 选民活动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到17年18年的时候 很多朋友说 你早就应该自己参加选举了 所以我最后总算自己投入了吧 可以说是 明白 所以您那个年轻一代 是不是就像当时曾经 在中国很火的 那个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那个片子 描绘那种状态 这可能很多很多听众都不知道这个这个片子了 对 北京人在纽约队是有过这样一个片子 那时候挺轰动的 有点类似吧 就是出来的时候 你要就像中国人那时候说是羊插队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代人呢 还没有轮上插队 还年轻了几岁 但是稍微比我大一点的人 有的人轮上插队 所以他们把这个作为羊插队 就是说你到美国肯定要刷碗的 成为要扫地扫马桶 就是肯定很艰苦的 现在80后的年轻人 可能根本就没这个感觉的 是的 非常非常的艰苦 这些事我都干过 就是刷盘子刷碗或者清洁 都干过 但是知道可能近些年 可能有很多这个中国说的这个润潮 很多这个中国难民移民都过来 其实很多也在做这个工作 这个当然是后话 我们慢慢聊 那其实我知道马里兰州实际上是 包围着华盛顿西北的一个 对就是首都经济圈的一部分 可以介绍介绍 比如说在北京你有什么 那环啊什么这个环那个环 我们就是离DC就是直接在它边上 就是贴近DC的一个首都经济圈的部分 我们很多这里的居民是在华盛顿DC工作的 所以它跟DC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您所在这个区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这马里兰州确实是非常的多元化的一个地方 是吧 是 整个美国现在都很多元化 特别是在大华府地区 我们把这个叫大华府地区 叫Greater Washington DC Region 就是整个这一带是包括华盛顿DC 包括马里兰州的几个郡 然后再包括弗吉尼亚的几个郡 就是首都经济圈这一带 一共有大概六个million这样的population嘛 六百万人口 其中有很多是新来的移民 像我们这样第一代的移民 非常多元化 也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 所以您当时是毕业之后 这么些年的时间都做过哪样 您说之前刷过盘 都做过怎么样的工作 可以给听众讲一讲 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一代的移民 跟过去那一代移民 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嘛 对 您可以分享当时您的一些经历嘛 我刚来的时候 当然还有要过语言观 当然现在我出去演讲啊什么的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很多在美国生长的人 都不知道我是在中国生长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语言问题了 而且没什么口音 但是我知道当初的时候 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我还需要带一个walkman 我知道现在年轻人 都不知道什么是walkman 就是里面有一个 最近又有潮流回来了 里面是有tape的 你还可以拉那个 把它拉出来的这种tape 然后就别在身上 去cafetiere洗碗啊 什么洗盘子的时候 你还带着这个东西 因为上课的时候 你要把它录下来 然后你回到自己房间 可以听啊什么的 用这种办法 别人交流啊什么 通过语言观 另外一个就是 我当初也学文科的人出来 就比学理科的人更辛苦一点 因为学文科在哪里都比较艰苦 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 长大了以后做什么 特别是在美国嘛 就更艰苦了 所以也没有自己的家里亲人 帮你开路啊什么的 帮你介绍一个什么地方工作啊 所以什么东西要靠自己的 这当然是非常艰苦 我是开始的时候 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学里面 搞一些学生工作 其实这个在美国是一个真正的行业 我估计现在中国也是有这样的行业了 然后就从那里做起 拿了一个MBA之后 在美国的美洲大学 就在华盛顿DC的American University 拿了一个MBA之后呢 我就改行 为首都搞经济发展 那几年搞得非常火红 也觉得自己一下成长了很多 那个时候正好华盛顿DC 是在翻天覆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个新的市长上来 他认为作为一个美国的首都 我们应该狠狠地把经济搞上去 所以他90年代末 2000年代初的时候 经济一下子又突飞猛进吧 可以说是 所以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之后呢 蒙哥玛利郡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郡 100多人口的一个郡 那个时候郡长 一个新的黑人郡长当选 他是第一个少数族裔郡长当选 当选了之后 他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为他工作 因为他注意到 我在蒙哥玛利郡 华人社区 亚裔社区比较活跃 他希望能够有像我这样的人 为他工作 所以我为他工作 然后就为他搞一些有关 社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一些工作 当然非常有意义 为他工作了十年 非常有意义 这之后我学了很多 我就觉得 我自己也可以run for office 也可以搞真正的投入政治 因为在美国 你真正是要做一些大决定 搞政策方面的话 你就应该投入政治 明白 所以在您从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 您自己作为亚裔 我们说亚裔其实包含着很多 更多元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有韩裔的 对 华裔的 越南裔 对 印度裔的等等 那您作为这个华裔的一个少数族裔的从政者 您会觉得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很特别可以拿出来分享的地方 从政的这个感受是不是 我觉得首先比如说我在中国长大 我不是个少数族裔 对不对 所以大家呢多多少少想法 我们都差不多 我们的文化理念啊 一些价值观念啊什么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但是你一到美国来 你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族裔 大部分决策 做决策 做政策的人都根本不了解我们文化观念 价值观念 我们想要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要花更大的力气来跟他们沟通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make sure你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尊重 所以我很遗憾 我觉得很多到这里来打拼的华人 那他们自己成功了之后呢 还是没有真正的融入主流 这就很可惜 因为你仔细想一想 我到美国之前 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好像在美国居住的华人 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族裔 对不对 好像他们穿的也比我们大陆的人穿的好 还有一种自信的感觉 又开了自己的车啊 好像很潇洒的感觉 但是到了美国 我才发现 也许他们经济上是比较成功 住的好房子 开的好的车啊什么 送孩子去最好的学校 但是在政治上 他们没有什么地位 华人到现在总的来说 在美国政治是不太上 还是没有很大的地位 这不是说我们人口少 而是我们的这个文化概念 价值概念 把我们给自己hold back 使我们自己呢 等于是被留级了 在这个方面 你知道吗 这就很划不来 因为我们在美国 对美国的文化 经济 科技 教育 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不会今天这样的发达程度 如果他没有我们华裔 多少年 几代人的这样的一个contribution 就是贡献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在政治上 就是因为没有习惯发生 所以呢 经常被别人忽略 所以呢 我到了美国 就发现很多各界的精英啊 什么基本上都是在医学科技啊 什么这种technical field 就是在技术上 但是真正到了最高一级 哪怕在大学里面 我们是华人就是非常优秀的代表都有 但是再上去呢 就当不了校长 对不对 他是哪怕在美国生的 他往往到了科技什么这种领域 有很多很多的华人精英 但是他就不能到最高一级 政策就更不用说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遗憾 为什么 Why not us Why not me 对不对 所以您觉得这种缺失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就是你的利益 没有受到尊重嘛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2000年的时候 那个整个新冠病啊 什么全球流行的时候 华人首先受到冲击 不仅被打被骂 被吐唾摸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别人觉得你好欺负 别人觉得作为一个族裔 你好欺负 另外呢 一个就是连总统 那时候的总统 川普总统 他本人都是这样来骂我们的 他就把这个virus说是Chinese virus 而且他就很得意 觉得好像这是个很可笑 很好玩的事情 他这一句话就可能造成很多人的不幸 但是他不在乎这个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缩写吧 可以说 告诉你就是说 我们在这方面 在政治上没有一个力量 这就是被人欺负 被人随便打骂的这个情况 我不是说我们华人在这里不成功 总的来说没有被别人尊重 我是说在政治上没有被别人尊重 我不是说在其他领域没有被别人尊重 对不对 但是你要再往上走 就是能够为我们下一代打造一个更好的天地的话 必须就是说达到最高的在政治政策上 要有这样自己的power 不然你总是在就是说 犹太人有一句说 你总是subject to other people's kindness 你总是希望别人对你好 你才能有好日子过 这就很可惜 这就很可怜 对对对 确实刚刚我也想说的 可能就是中国人对比犹太裔的话 可能在美国的影响力真的是天差万别 对天差万别 而且这两个族意呢又很相似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啊 我们的工作选择啊 我们孩子去大学的选择 非常非常的相似 有很多大学教授 很多科学家 对吧 很多金融方面的这个人才精英 但是就是一个参政 一个不参政 差很多很多 啊原来如此 就可能尤其是更高 更高一层的这种学府可能 对就我这个选区啊 我代表的很多人里面 很多的亚裔 很多的犹太裔 你就把这两个族意一比 参加选举的就是犹太人 他们都去投票 他们没有什么不投票的 这是好像是必做必须示范的 这种是这样的 必做的事 但是华人呢 就是你就必须把它拽出来 当现在好多了 每一届选举都有更多的华人出来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差太多 当然这跟我们在这里的历史有关系 因为在这里我们还是比较新移民 总是就是需要一些时间来 整个族裔的这个成长啊 什么意识啊 什么的都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当然也是非常欣慰 看到自己的华人社区吧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兴旺 也越来越愿意参加政治 而且呢 现在越来越看到家长 推自己的孩子来参加政治活动啊 什么的 搞义工啊 而且为我办公室搞intern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就非常好 从小学习 所以当时18年 您选到的时候 您有没有分析一下 您自己的票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95%是非华一票 应该说是 对 所以还是背上您的政党背景吗 是 因为我们在这里 马里兰州呢 每次选举是投两次票 第一次是叫初选 第二次是大选 你必须初选先出现 自己就是党内先出现 因为我是民主党 然后还有共和党 不管每一个职位你要竞选的话 你自己要先在党内赢出现 然后才能进入大选 所以我在初选的时候 我是95%是非华人的票 差不多 然后我在大选的时候 那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在马里兰州 特别是我们蒙哥马力军 是一个民主党非常非常强 大概三比一 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比例是三比一 所以你只要赢了初选 到了大选 基本上只要民主党一出来投票 那肯定共和党就没什么细唱的 所以最最难的就是要自己党内 跟其他的民主党竞选 你必须就是说能够变过他们 必须能够在钱上也比他们筹得更多 这时候我们华人对我做的非常大的帮助 我18年选举的时候 所以对啊 请您讲一讲就是您的这个募款 筹款的这个是怎么样的 我开始竞选的时候 当然也不知道到底是从哪里去搞投款 而什么 但是只我一开始一宣布 最最积极的帮我投款筹款的那些朋友 都是一些我自己的华人朋友 所以我就先从自己的华人圈里做起 这样的话呢 等到第一次大家报数字的时候 别人一看 哇 你已经筹了那么多钱了 就知道你这人很有势头 对不对 就是对于少数民族来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别人一看 你自己的民族都不支持你的话 这个你就很难 真正受到大家的尊重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社区得到了 非常非常强的筹款方面的帮助 而且那时候我竞选的时候呢 我们华人社区已经开始比较成熟了 比较注意政治方面参与 已经很多人投过好几次票 也成为美国公民 也已经投票方面有一些常识啊 什么之类的 而且很多人那个时候已经是 自己在学业上 在事业上比较成熟了吧 所以他们有一些收入 能够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来为我搞一些筹款活动啊什么的 所以我受到的华人支持是绝对重要 对我的选举是绝对重要 尽管他们的投票比例很小 但是他们对我的经济和整个精神上的帮助 包括出来为我拉票啊 为我做义工啊什么 这方面没有他们 我是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功的 所以现在从您第一次当选 18年到现在24年呢 已经您已经连任过一次了 那您觉得这次连任 跟上一次的这个区别有没有不同 真的有没有更多的鼓动出 华裔的这种票仓出来 我觉得是第一次 我参加选举挑战最大 第二次呢就容易多了 两个基本上没法比 因为第一次的 首先很多华人也不一定了解我 也不一定了解我的政见啊什么的 不一定了解整个这个过程 很多人是通过我的这次选举才知道 哦原来马里兰州 你还要去注册民主党才能选齐利利 你要是不注册民主党就不能选他 你知道吗 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这个事 然后有的人呢就不愿意 有的人还比较惆怵 还不愿意参加什么党派之类 因为大陆来的很多人 不愿意参加这个党 那个党的很多不仅仅是大陆来 很多亚裔人很多华裔人 不愿意参加这个政党 这也是很能够理解的对不对 所以呢他们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别人等于是拉着他们的手 告诉他们 就是说在美国参加政党作为投票 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很容易你不需要什么向党宣誓啊 交党费啊 什么参加政治学习啊 没有任何这种东西 你今天参加这个党 明天参加没人管你 只是为了投票的目的 That's it 只是为了投票 OK 因为我们马里兰州 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你必须是共和党 才能选共和党候选人 必须是民主党才能选民主党候选人 所以有的朋友就说 我就是因为你 为了投你的票 所以我就参加了民主党 这样我就能投你的票 这样子 所以第一次我选举 对我来说是最艰苦的 因为我既要去拉那些 其他族裔的票 又要专门抽出时间 和一部分的资金来 专门就是搞一些 双鱼的一些活动 来介绍整个美国民主过程 马里兰州的这个投票过程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去 register 注册 怎么样投票 什么时候 怎么到哪里 什么 这个东西非常花时间 但是我很高兴 我们华人 就是很多很多人 还是响应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鼓舞吧 可以说是 所以说您的工作 某种程度上 也是帮海外的华人 补了一堂民主课 对 Absolutely 你说的非常好 我就管这个叫 Democracy 101 就是民主101吧 可以说是 就是第一堂课 就是知道美国民主 而且我对他们讲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你不仅仅要学 就是整个州啊 郡啊 什么回事 另外就是说 你要知道在美国 你不能指望 某一个候选人 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你选的不是上帝 你选的是一个人 是一个某一级的政府官员 在美国 他不仅有三权分立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而且呢 他有三级分立 他有联邦一级 然后州一级 还有郡一级 所以呢 你不能说 一个州一级的官员 就是要管这个 管那个 管那个 我当初第一次 出来选举的时候 华人社区有一些风波 也有一些人对我 就是说了一些 很不好听的话 比如说 说我太左派啊 什么的 然后又说我这个呢 后来他们一了解事实 才知道 其实我对于经济发展 非常关心 其实我是很注重 少数民族的一些利益 也注重华人的利益 在社区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他们只是呢 就说认为 你只要是民主党 肯定是社会主义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们把整个中国 那个时候的 那个老观念吧 搬过来了 就说啊 你讲平等 肯定是社会主义 就是 这也是特朗普的影响了 对 我就觉得 哦 好 呀 这简直非常好笑 但是这种东西 都是要靠两边的互动 你才能够告诉他们 然后他们自己觉醒了之后 才知道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是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您一直是 至少说外界说 一直是您作为一个 华裔的代表或怎么样 但是我们很明确的知道 就是在美国的华裔的 意识形态的区别之大 可能是超乎想象的 对 是 因为我当然不仅仅教育 我们华人有关 美国的一些政策制度 我也教育一些非华裔 很多的白人黑人的朋友啊 什么的 他们就根本不知道 我们的想法 我就跟他们解释 我是说 我们不仅仅经历了 两个很不同的文化 像我这样的人 而且我经历了两个 很不同的政治体制 所以你不要就是 把我们只是作为一个 少数民族来看待 对不对 你如果把我作为一个 少数民族来看待 你就说 你是少数民族 肯定会去投民主党的票 不一定 因为我们是从 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 对不对 我们对有些政策 并不觉得那么好 我们看到 what worked and what didn't work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们更有一种客观的 一种理念 所以呢 我是说 你要尊重我们的想法 来倾听我们的想法 不要就是说 先下结论 就是我们是长着黄面孔 你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想 那样想 对不对 这可能也是您党内的 可能一些比较 天然的 天真的想法 是 很天真 他们就是认为 你们肯定跟 其他少数族一样 因为我们 比如说民主党 跟少数民族 更友好 你们肯定会投我们票 我说不一定 对不对 你如果不把经济 搞上去的话 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美国来吗 是来追求机会的 你要是不把经济搞上去 不把公共教育 不把交通 什么其他这种民生安全搞好的话 华人不一定投你的票 确实是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也看到您 您的网站自己写过之前的这些议案 这些议案其实大部分都是跟本地这些经济的议题非常相关的 就是搞一些高科技方面 医疗啊 能源啊等等一系列的 但是我也看到您这个和民主党的方向相同 也是在LGBTQ的问题上 您也是非常支持的 对 然后我也看到您有这个公开有谈 您自己的孩子其实也是有出柜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讲一讲这一段历程 或者说这段历程对您从政会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在这里在美国生活 他们的很多的朋友 他们的很多的上司 他们的这个这个business partner都是LGBTQ 这已经不是什么很传奇的事情了 而且我也知道其他华人朋友家里也有人孩子是gay啊或者lesbian 这在美国现在已经非常普通了 自从15年之后 特别是就是美国的这个supreme court 就是最高法 最高法院判下来 就是大家已经基本上接受这个成为a fact of life 对吧 就我知道不管你是上帝把你怎么造出来的 我们都是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权利 我之所以是民主党 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 又是一个亚裔 又是一个华裔 又是一个在美国的少数民族 又是个移民啊什么 我知道民主党在这方面比较注重 就是包括你LGBTQ啊什么 不管你是什么人 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 不是说平等的outcome 但是要平等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呢他们在这方面呢 就是做的比较好 这就为什么我就比较鼓励这方面 也认为马里兰州在这方面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所以在美国的华人社群 其实对LGBTQ的这个接受程度 其实已经非常高了 当然每个州都不一样 马里兰州呢 是民主党比较强势 所以在这方面 就是在对于少数族裔的这个亲和力啊 和关心啊 做的就更好一点 特别是对于LGBTQ和immigrant这种方面 就比较关心 不是所有的州和郡都是这样子的 有些就是共和党 你现在知道吧 过去的两到三年之内 不是现在有一个叫华人土地征用法 什么之类的 有一个对于华人有一些禁区吧 不许华人在某些州的什么地方 买一块地啊什么之类的 包括农用的地啊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主要是针对华人 大陆来的华人特别是 当然有的人在这里学习的人 或者是在这里工作 搞科技工作的什么 在企业的人都可能被包括进去了 这种全是红州来的 我们说红州蓝州嘛 就是红州就是比较保守的州 蓝州就是比较民主党的州 没有一个民主党的州在迫使这些 全是就是比较保守的这些 共和党在迫使这些 马里兰州也有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 包括我的一些同事 他们在迫使就是说 反对华人在这里埋土地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民主党的人就说 你这就就是discrimination 你就把某一个国家来的人 来画出来说 我们要treat them differently 这就是discrimination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东西只有民主党在误我们说话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就是很坚定的说 我也非常proud地说我是个民主党 嗯嗯嗯 是 我之前看您的访问 您也说嘛 说only American can you run for office and get elected by people who cannot even pronounce your name 所以您的名字已经很 很好pronounce了 但是奇这个东西 奇这个字很难pronounce 你知道吗 yeah so很多人就管我叫lily q 或者是lily queen 他们因为q i在美国 他们当中总是要放一个u在当中 我说no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pronounce 所以我这就说 我是在那个美国的国家电台 叫national public radio上面 被他们采访的时候 我说了这句话 他就说很多美国人说 啊我太喜欢你说这句话了 我每次跟他们出去演讲 跟大家说这句话 他们都笑 笑成一团 就是还确实美国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别人会选你 不在乎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只要你就是说 他们认为你能够代表 他们的价值利益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华人应该有的一种心态 而且我现在就是鼓励华人投票 不是说你一定要投民主党 共和党啊什么之类的 这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参与 最重要的你要参与民主 不管你投谁的票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眼光放远一点 跟其他少数族裔能够团结起来 建造一个能够为大家 为民生服务的一个美国 好 非常感谢您 我的问题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齐莉莉女士 跟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 她30年来的从政经验 和她的这个移民经验 我们也很有幸地听到 齐莉莉为这个在美的华人社群呢 在尝试铺出更多的从政的这条道路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的Vayna Podcast 你那边几点 齐莉莉女士 那您那边现在几点是什么时区 现在是东部时间3点04分 对 那就是在她的马里兰州的办公室 对 好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 跟我们大家的分享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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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